欢迎收看主公制作 你们好 那么今天我来教会啊 折的折纸 就是你的面前的这个 很多人会问 这是什么呢 这是柠花 日语叫做 Kurematis 中文的叫做 铁线连薯 那很多人一定会问 铁线连薯是什么 铁线连薯 毛羊科植物 代表作品 有转子连 铁线连 铁线连薯品种非常多 一般为慢生 涅醉生 副涅 无花瓣 饿得最后丰富 花期为 初夏 至秋季 那现在正好是快要到 每一次点 初夏 我们一起来做 初夏会盛开的花朵 铁线连吧 在这里跟大家先说一下 这种大小的铁线连呢 是用 7个7.5厘米 乘以7.5厘米的 正方形 都折出来的 这种大小的铁线连呢 是有7个 3.25厘米乘以3.25厘米的正方形 都折出来的 其实也就是说呢 把7.5厘米的正方形呢 再出一次分之一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大 因为它是比较大一个手指 我觉得真的花朵 会有那么大 而这一个呢 反而是适中 折铁线连的准备工具有 7张相同颜色的折纸 你选择什么颜色都可以 不过我选择了浅蓝色 再请准备一罐胶水 或者是酱糊 当然你要准备双面胶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次胶水应该会简单些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紧胶学吧 对于初学者来说 当然是折纸越大越容易折 为了教学这一次 我一样选择15厘米 乘以15厘米的正方形折纸来教哦 大家可以选择7.5厘米 乘以7.5厘米的正方形折纸哦 那么我们需要做7次 什么样的动作 也就是七种花瓣 在这里呢 需要一样加折花瓣的方法哦 首先请问我们颜色朝上 最绝 接下去请我们把它对齐下面这条线 由上向下的折过来 我们把它反过来 一样对齐下条线折过来 接下去呢 请我们把这个折纸呢 打开 接下去呢 请我们对齐中线 折出一个三角形 这边也是一样 接下去呢 我们把它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 请我们在它的右上角 折出一个三角形哦 这个角翻回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条折痕了 接下去我们拿起 有三层折纸的这一面 把它对齐 我们刚才折过的一个三角形 这样折下去就像这样 当然完全要和上面条线平行才OK哦 接下去呢 我们把它再拿回来 这边有一个印子了 接下去的步骤就有一些难了 请小朋友们一定要看好哦 我们把它拿起来 把上面这个角 从外向内推进去 里面就会发现 多出来的一个三角形 接着我再做一次 这次我们看侧面的 把它慢慢的推进去 这边拉住 然后三角形就出现了 有了这个三角形后 我们把它像这样 由下往上的翻过来 接下去请我们对齐 中间的那条线 把上面的那个三角形 由上往下的折下来哦 一个花瓣就完成了 哎呀 这个花瓣 好像太大了 我们还是把它变小一点吧 三 二 一 变 变小了 不过这个好像还是太大了 再变小一点吧 三 二 一 变 现在变得更小了 可是我们需要七朵花瓣呀 那就再变一下吧 三 二 一 变 七个花瓣都变出来了 我们要把这个七个花瓣 变成一朵花 怎么样变呢 变成两个合体吧 首先请我们把那个角对齐这条线 然后再用酱糊把它粘起来吧 其实用双面浆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么小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用酱糊 这里给大家一个提醒 许多人会认为 我们要粘的是上面那个三角形 其实这个三角形是花瓣的部分 千万不要粘错哦 粘的是旁边的角哦 剩下的六朵就一起看快镜吧 然后呢 刚才忘了说了 我们折的时候呢 上面会有个小角 记得不要把角 也用酱糊粘住哦 要让它朝上 或者是往反方向就OK了 这样的话模型就完成了哦 如果我们这朵花朵还没有做完哦 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拿起笔 或者是牙签作为辅助 像图片这样 把中间这个三角形 打开来那个洞 形成铁线连丝的花垒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刚才提醒大家 一定不要把它用酱糊粘住的原因了 OK那么这样的话 一朵铁线连鼠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手工制作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